我希望把它做個 再解決一個 這樣這個問題不解決也沒關係 就是按下它的時候 它會有個殘影的問題 不過因為現在電腦速度好像夠快了 所以好像那個殘影沒有像以前那麼嚴重 所以假設你的電腦效能越差的話 這個殘影越嚴重 不過我們現在電腦好像就蠻快的 所以這個殘影好像只有不到一秒鐘就恢復了 可是基本上還是一個殘影 我覺得這個東西看起來很礙眼 所以如果假設你遇到這樣的狀況的話 多半是出現在 因為你要切到其他工作表 然後又要切回來 然後它的康義符又繼續在亂 尤其是你有向下填滿這個東西 它還沒執行完畢 你就把它切過來會造成這個問題 所以假設以後如果遇到這個問題的話 其實解決的方法也蠻簡單的 我剛開始同學問到我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後來我想一想 其實會管那個什麼 因為畫面會有更新 更新會需要去繪製畫畫面對不對 那這個畫面更新的部分 其實是哪個物件管的 其實理論上應該就是Excel管的 所以我直覺想到 那Excel的話 假設你要記的話 可能要記一個物件名稱叫Application 就是APP 其實我們現在手機APP的那個縮寫 它其實就是Application Application 就是Application 後面有個L-I-C-A-T-I-O-N Application值的應用程式 在這裡的話 只是Excel本身 Excel本身的話 那它裡面有一個設定值 這個設定值的話 你就點一下 點下去之後 如果假設有清單 表示你字沒拼錯 OK 那其中的話 我在猜說 它有一個設定 就是那個畫面更新的部分 要不要讓它一直不斷更新 那預設是會 它會不斷更新 可是如果你假設要把畫面更新的這個設定值 把它關閉的話 那你可以找一個屬性 有沒有 一隻手拿一個資料就是設定 就是屬性 這個屬性的話 就是打一個S開頭的 畫面是Screen 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其中Screen 有沒有發現S 點S就出現一個叫ScreenUpdating 對不對 你就點兩下 選起來 那ScreenUpdating顧名思義 就是畫面要不要更新 那你後面加一個等號 它會出現 它滿貼心的 它會問你說 你要跟不要 要的話就是True 不要的話就是Force 那因為我不要更新 所以你就直接選那個Force這個選項 所以你就把它點兩下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把畫面更新的這個設定值 把它關掉了 那關掉結果會怎麼樣呢 其實我們來試試看就知道了 所以如果你把它關掉了 然後只有加這一行 加在哪裡 加在黑名單篩選聚齊的下面 就這個Sup的下方就對了 等於是它的第一行 OK 加在這裡 那加在這裡之後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它會不會改變剛剛那個問題 所以接下來的話 那我們就是按下這個清調資料 這個應該不影響 按下這個黑名單篩選的時候 你會發現喔 奇妙的事情發生了 什麼事呢 它剛剛有畫面要更新的那些東西 就通通不見了 有沒有 這應該沒問題吧 OK有沒有 它畫面更新 所以其實那為什麼那個 剛剛那個畫面更新的那個 看起來殘影不見 其實不是不見啦 是因為我把那個 這個什麼 screen updating給關掉了 它就不用再重新畫那個畫面 不然的話會造成好像卡卡的感覺 所以以後啦 其實跟各位講 以後你只要 針對某一個 Excel裡面的某一個物件 所以喔 最上面那一層就是application 就是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是Excel本身 那在下一層的話 就是工作簿 就是workbook 在下一層就是工作簿 就是worksheet 或者叫sheet 有沒有 這個sheet就是它的 等於有點像是 它跟它的關係 等於還差兩代 等於是sheet的爸爸 其實就是workbook 那workbook的爸爸可能就是application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架構 它有一層一層的概念 那worksheet底下還有什麼 有那個range啦 有colons 有colons 有rows 甚至有sales 這些東西 OK 所以你只要那個架構清楚的話 那以後呢 你就可以 甚至自己來寫一點東西都沒問題 OK 所以我剛剛是加了這個東西 第一個喔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如果我們寫 我們剛剛是錄製對不對 可是你說老師 老師如果不要錄製的話 可不可以自己寫 當然可以啊 怎麼自己寫 其實我這邊已經寫好了 這個是已經寫好的 其實你會發現寫好的程式 因為假設你說老師 我將來我已經熟悉的那個程式 所以我可不可以自己寫 可以 那可是要怎麼自己寫 基本上我的想法是這樣 因為我都知道那個過程 所以我把那個過程 直接把它寫出來就OK了 那怎麼寫 我把它弄一下好了 這個是最後寫完的 把它弄一下這個 OK嘛 弄出來結果也不一樣 一樣 那其實主要寫的程式總共有幾行呢 總共就是這三行 有沒有 然後再加這個 再加這兩行 總共六行 然後加上其他的註解 就可以完成了 那我們大概 當然你如果不改 其實無所謂啦 只是說自己寫的話 當然相對會金錢很多 那首先的話 我們把這個過程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我們先在這邊 也許我再加一個sub sub名稱的話 也許叫做黑名單篩選 後面加VBA好了 Enter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程式就寫在這中間 那基本上其實就參考上面的句期 只是說剩下來就不是我們自己錄製的 而是自己寫 那至於寫哪些東西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直接來說一下好了 所以第一個動作 我們就是要先把游標切過來 所以我寫一個叫什麼 shits查詢名單.slate 這個其實跟錄製的一樣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我假設我切過來了 有沒有切過來這邊 那第二步的話 我在B2這個儲存格裡面輸入公式 所以輸入公式的話很簡單 這個裡面的公式假設本來沒有 你就寫一個range B2等於空的 那這個公式如何來的 其實很簡單 從這邊把它複製貼過去比較好 複製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雙引號裡面去 這樣就OK的 有沒有 這樣它裡面就有公式了 那第三個就是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其實就是B2把它向下填滿 那其實向下填滿就是什麼 Auto fill 所以你錄製的話 它會得到一個方法叫做Auto fill 那範圍的話就是從B2到B1000 所以把它向下填滿 這個其實都跟錄製劇集還蠻像的 只是說我把它精簡 我不要其他的東西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已經得到結果要篩選 篩選的話呢 我們剛剛錄下來其實還蠻多的 可是篩選喔 如果自己寫的話還蠻簡單的 你就直接什麼 再拿一個儲存格 Range B1 我們之前錄的是 油標放上去之後再寫 可是不用啦 你就直接Range B1點什麼 點後面喔 它的那個方法名稱叫Auto filter 所以你打一個AU 有沒有 AU這邊就出來了 Auto filter就是這個 有沒有 就是篩選 然後空一格之後的話 其實你只要給兩個條件就可以 第一個條件是說 你要篩選的Fill Fill指的是哪一欄 哪一欄 這個地方因為我們有兩欄 第一欄 第二欄 所以這邊的話 基本上你給它2就可以了 逗點 Criteria後面這邊有條件嘛 後面這個應該是數字1啦 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那我要找什麼 我要找1嘛 所以你就把它給它一個1 我記得好像數字1或文字1 好像這邊它都可以接受 那我給它一個文字1好了 OK 比如說請你幫我把這裡面是1的 幫我找出來 OK 然後它就幫我把它找出來了 接下來的話把結果複製過去 那怎麼複製過去呢 你就把A1到A100的這個範圍把它Copy到哪裡 Copy到這個儲存格 所以是跨工作表 所以你這邊加一個查詢結果裡面的A1 它就會幫你把結果Core過去了 最後再把它切回來 這樣就完成了 那我們來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這一段程式碼其實在雲端也有啦 你們可以自己參考一下那個雲端白板 這邊應該是在哪裡 在這裡 在雲端白板第三頁這裡 就這一段 OK 那我們把這個結果給Run一下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精簡過的版本 到底有差別在哪裡 然後把它按F8好了 這樣會比較竹簧跑 比較清楚 游標放這邊 然後按一下那個Ctrl 按一下那個F8 它一行 第一個切過來對不對 第二個游標放在這邊 因為本來公式就有啦 所以它沒有顯示 再來向下填滿 因為這邊其實也本來就已經有公式 所以它沒有反應 那很正常 第三個呢 從B1上面做篩選 那其實你不用先取消掉 它一樣可以做篩選 OK 有沒有 然後把1的部分留下來 然後call過來 call過來的話 就是把這些範圍的資料 那你會說 老師那這個A1到A100 裡面還有別的 因為它隱藏起來 所以不會call不到 它只會call的是 沒有被隱藏的資料 幫我call過來 切過去 結果就看到了 大概類似像這樣子 那兩個比較啦 當然這個主要是讓大家知道一下 錄字聚集其實可以在精簡 精簡之後的結果就可以寫得非常少 但是難度相對也會比較高啦 如果你假設以後 你錄字聚集到了某個功力的時候 那你其實可以想想看怎麼把它精簡 那精簡的方法啦 大概有幾個啦 甚至你可以直接拿這個來把它修改 或者是直接重新再撰寫 都沒有問題 最後的話呢一樣啦 我們就是再多一個按鈕好了 就叫黑名單篩選VBA 所以這個把它複製一下 那我拿這個按鈕把它複製貼到下面好了 這樣的話多一個 然後把它移到這邊 然後利用這個來改按右鍵 把它重新指定它是黑名單篩選VBA 然後把這邊改成黑名單篩選VBA OK 那你說跑起來其實差不多啦 也沒有說比較快 但是其實就是自己寫的 OK 結果OK 但是還是會有老問題 就是那個殘影問題 如果你要把那個殘影去掉的話 也一樣 你就直接把這一行怎麼樣 複製貼到它的最開始的地方 這樣的話就畫面把它更新取消掉 就不會有殘影了 OK 所以把它執行一下 沒有殘影了 可是好像這個比較順一點點 這個感覺好像 如果執行效率來看 好像這個會稍微快一點點 然後這個好像會慢一點點 慢的地方主要是 它會有很多滑鼠點選或者什麼 當然這個是精簡過的結果 就在這邊 那今天的作業基本上就是 把那個黑名單篩選 也試著完成看看 所以我要重點回顧一下 一 我們是在查詢名單這邊 我們是先利用什麼 利用count if 那記得建一個黑名單的名稱 把它查出來 並且向下填滿 二的話是利用什麼 利用那個篩選 找出一的部分 然後把這個結果 call到查詢結果這邊來 並且錄製聚集 最後把它改成VBA 所以今天的作業原則上就是這樣 剩下的時間給各位 把今天的作業再把它完成 在說請盡量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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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